对着乌军目标狂炸俄罗斯军队发射多管火箭炮展现猛烈战力 不过乌军也公布用反战车飞弹一举轰掉俄军坦克的画面 两军持续交手激战 乌克兰大动作吹响反攻号角 过去一天在乌东巴赫姆特附近的许多区断大有斩获 最多挺进了1400公尺 摧毁军事设备造成敌军伤亡惨重 总统泽勒斯基也证实已经展开大反攻 他强调自己每天都和军事指挥官保持联系 大家都满怀希望 关键时刻加拿大总理杜鲁道突然访问基辅 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约合台币115亿的军事援助 并加入协助训练乌军的战机飞行员 乌军显然在收到西方新一波军援后 开始对敌军目标发动精准打击 推特流传一段乌东盐矿城镇索莱达尔的俄军 弹药库惨遭火箭弹摧毁大爆炸后 燃起汹汹火焰 许多地方冒出白烟 而在新卡科夫卡水坝遭到炸毁 引发洪灾后 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将扎布洛核电厂 最后一座运行中的反应炉转成了冷停机状态 因为水坝水位急剧下降 无法再提供冷却用水协助核能反应炉降温 加上附近冲突不断 当局决定冷却停机以侧安全 记者最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